如果要使用已经绘整好的资料 进行卡方适合度检定 首先要使用人数当加权 在资料当中的加权观察值 选择观察值加权依据 把人数点选到右边 接着点选确定 回到资料当中的右下角 就可以发现有加权依的字样 接着进行卡方适合度的检定 在分析当中的五母数检定 选择历史对话记录当中的卡方 所要分析的变数是头发颜色 期望值因为各个类别不同 所以首先输入30 接着输入12 接着是30 接下来是25 即3 最后点选确定 进行分析 接着是50